为什么大多数人都无法养成持久的习惯? 可能有很多因素,但一个主要原因是,他们的行为跟要坚持的习惯不一致。 他们可能有一天实现了他们的习惯目标,但第二天又出现了一些事情,他们就完全会放弃了这个习惯。 任何习惯的关键在于,首先要养成习惯。 这意味着,每天都这样做,不要三天打鱼,两天撒网。 我们该怎么做呢?我们怎样才能与我们的习惯保持一致,让他们真正坚持下去? 解决办法是让我们的习惯要有弹性。 这是小明,每年他都会制定新一年的目标计划。 分别是,每天弹钢琴一小时,每周去健身房锻炼五次,每晚读一本书二十五页。 这些确实是值得为之奋斗的好目标,但是小明每年都无法将他们培养成习惯。 他会坚持一段时间,但通常在两个月后,他的习惯就会土崩瓦解。 原因很明显。 虽然他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,但他们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,而且他们很难跟上这种强度。 每当小明下班回到家时,他都不想再练一小时的钢琴,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练习。 去健身房也觉得太难了,所以那天就跳过了。 虽然他每天晚上都喜欢读书,但有时他什么也没读,因为他没有时间阅读完整的二十五页。 特别是他正在阅读一本更难或技术性的书籍。 每次小明度过艰难的一天时,他甚至无法开始养成新习惯。 由于他无法保持一致,他的习惯也瓦解了。 今年,小明对他的习惯采取了不同的态度,更有弹性的。 首先,他给了自己更多的多样性。 去健身房是他原本的锻炼目标,现在他又多了两个目标锻炼选项。 分别是在家跑步和跳绳。 这给了小明更多的机会来与他的锻炼保持一致。 其次,他给了每个选项三个难度。 简单、中等和困难。 或者他喜欢这样称呼它们。 迷你、高级和精英。 为了简单或迷你的习惯,他不得不跑步三分钟或跳绳十次。 但如果他想让自己的习惯算作中等或高级, 他必须跑步十五分钟或者做一百次跳绳。 最后,为了让这个习惯算作困难或精英,他必须跑步一小时或跳绳五百次。 现在,无论何时小明去健身房都会自动算作中等完成度。 那是因为无论何时他出现在那里,他总是完成他的举重训练。 出于这个原因,如果他去健身房,他就没有迷你成就。 但如果他想达到精英成就,他必须完成他的健身房锻炼, 以及中等水平的跑步或中等水平的跳绳运动。 如果小明成功完成了这些选项中的任何一个, 他就养成了当天的锻炼习惯。 小明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, 他在自己的房间里放了一个大日理, 这样他就可以追踪自己的所有习惯。 每当他完成当天的习惯时, 他都会在上面贴上彩色贴纸。 为了他的迷你习惯,他贴上了红色贴纸。 为了他的高级习惯,他贴了一个黄色贴纸。 为了完成他的精英习惯, 他贴上了蓝色贴纸。 日历也被巧妙地放置在显眼的地方, 起到提醒作用。 这样,小明就永远不会忘记完成这些习惯。 日历激励小明继续前进, 因为他不想打破他创造的连胜记录。 对小明来说, 哪天他实现了哪个选项或困难并不重要。 对他来说, 最重要的是他坚持自己的习惯, 而且他从不错过任何一天。 这个系统是小明不会辜负他的新目标的决心。 他以前的系统曾经强迫他去健身房, 但如果小明度过了艰难的一天, 他常常会完全跳过它。 现在当他下班回家时, 筋疲力尽并且不想锻炼时, 小明养成了迷你版的习惯, 因为他简单一行。 我的意思是, 跳绳十次, 那就像什么都没有。 但是, 保持习惯是很重要的部分。 也许第二天, 小明回到家时, 会精力充沛呢。 他可能会来个中等版, 又叫高级版本的15分钟跑步。 由于天气好, 而且他很享受, 他会延长时间。 他跑了将近一小时, 这对于精英难度完成来说绰绰有余。 小明起初并不打算做一小时, 毕竟他的中等难度是15分钟。 但是一旦他开始了, 他发现继续下去会很容易。 开始做某事, 通常是我们遇到的最大问题。 但是养成迷你版或高级版本的习惯, 会让开始变得更容易管理, 因为它没有那么吓人。 如果您知道自己还要锻炼整整一小时, 您就不太可能开始锻炼。 但是您知道只需锻炼15分钟, 这听起来还不错。 一旦你开始, 继续下去就容易多了, 因为你已经在做这件事了。 小明以前的习惯系统 让他在忙碌的日子里 做同样多的运动。 但是弹性习惯 让小明可以自由地 在艰难的一天少做一些事情, 而在美好的一天 做更多的事情。 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 以配合他时间的流动。 每个人都希望 每一天都超级有效率。 但是, 如果您认为只有精英习惯 是可以接受的, 那么您就会大错特错。 生活是动态的, 而不是禁止的。 你可能会生病, 你可能会疲倦地回家。 你可能有最后期限赶上, 而没时间。 在那种情况下, 你还能坚持这个习惯吗? 大多数人只是完全跳过塔, 而不做任何事情。 小明也不例外。 但正是这种, 我们应该始终付出100%的想法, 阻止了人们养成顽固的习惯。 出于这个原因, 拥有不完美但始终如一的习惯, 要比是不实养成完美的习惯, 要好得多。 这就是为什么, 您应该让你的习惯更灵活, 或更有弹性的原因。 当生活受阻时, 您仍然可以做简单的迷你版, 因为它没有那么吓人。 就像我说的, 在开始之后, 继续更长时间会容易得多。 但更重要的是, 你总会有所作为, 这比什么都不做, 要好得多。 在不同的一天, 当您感到有动力和精力充沛时, 您可以做高级版, 甚至精英难度。 当你完成那个艰巨的任务时, 这是最棒的感觉。 但如果你一直强迫自己, 去追求远大的目标, 它会让你筋疲力尽, 让你无法养成良好的终生习惯。 你现在不想鄙视你的习惯。 这就是你, 为什么需要所有三个困难程度等级的练习。 每个人对不同的困难, 都有独特的反应。 这就是为什么, 你应该确定, 你的目标应该完全取决于你。 但是, 您的迷你目标, 必须是您每天都可以做到的事情, 无一例外。 这绝对是至关重要的。 你应该能够在你生命中最糟糕的一天, 都能完成这个习惯。 如果你错过了任何一天, 就意味着你的迷你目标太大太难了。 你需要让它们变得更小。 这将解决您的一致性问题, 并让您继续前进。 所以像小明一样, 保持你的迷你目标。 这意味着在钢琴上弹一首歌曲, 阅读一页书, 或跳绳十次。 当然, 这是小明为自己设定的目标。 你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整你的习惯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 小明取得了进步, 他重新调整了目标。 例如, 他认为十次跳绳对他来说太容易了, 所以他把它提高到25次。 他可以做到这一点, 是因为他控制着系统, 而不是越做越少。 弹性习惯, 应该每天都做。 每天如何做, 以及何时做, 是灵活的, 由您决定, 但必须要完成。 我知道, 每一天听起来都很可怕, 但事实并非如此, 一旦您意识到, 您可以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, 就完成了迷你版练习。 恐惧就会消失, 连胜会保持下去。 如果您只能完成迷你版, 您应该不会感到难过。 毕竟, 你每天都在进步, 所有的进步都是成功的。 因为成功是从一点一滴的进步中取得的。 能够每天进步的人, 哪怕只有几寸, 都是改变他们生活的人。 弹性习惯会让你成为那个人。 感谢收看,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, 也欢迎分享出去, 让更多人看见, 记得关注哦。 更好的视频还在路上呢, 我们下个视频见。